好那么KN这是我们讲第一个分类的方法 那这个方法有个问题 就是说我还记得我刚才说的吗 经济学习的核心的问题是我的特征非常多 我做分类的绝对不是四个特征 比如说我要做一个很复杂的一个分类 就比如这个任何一个事 比如说你刚才说的百度的那些 那些要预测这个人的一些事 那都是非常多的特征 那这个时候可能有一百个特征 一千个特征 但这个时候我的KN就不好用了 不好用了 不好用了原因是什么 我们说在高维空间里头 这个方法是就会出错误 因为在高维的空间里 近和远的概念变得非常的模糊 近和远的概念变得非常的模糊 为什么高和微空间里近和远变得很模糊呢 它的原因在于我们讲 就是说在这个世界里面 在这个世界上面的事情是这样的 就是说我的这个高维空间 你很难想象的吧 比如说在四维五维六维空间 有的人会想象出虫洞这样的概念 就是说这是我们人是无法想象的 那么在这种高维空间的一个特点是 大量的数据点会集中于 这个表面上 这个非常难形容 大家看最后这幅图就是讲高维空间 这些就是说在低维的空间的时候 是第一幅图就二维的 这个猫和狗是这样的分布的 有猫头有狗头对吧 那种猫和狗的距离是很清晰定义的 在三维的空间里面还是清晰定义的 但到了这个高维空间里面 它就会变这个距离直接这个定义就变得模糊 实际上它应该你仍然可以定义距离 但是大家的远近都差不太多 为什么呢 这里有很复杂几何原因大家不要管 但我就说KN在高维的时候是不好用的 因为KN取决于距离的计算 你只有远近去有明确定义的概念 就有明确的这种意义的时候它才行 但是你的远近都不明确 你就完蛋了 那么所以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我们说我们有一些其他的积极学习 更复杂的积极学习方法 可以帮我们处理这样一个东西 那么普苏贝耶斯就是我们要讲的 第一个这样一个概念 好那么普苏贝耶斯 我们之前已经讲过很多次贝耶斯的方法了 那今天要讲这个普苏的贝耶斯方法 就是说它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东西 那么说普苏贝耶斯的这个方法 它也是非常接近人的思维的一个东西 那么它的本质就是一个用概率做分类的 就是谁的概率高就是哪一类 讲刚才说比如说你是A类概率高 A类B类概率高就B类 但你要仔细地计算出概率来 你要从数据里反推出概率 那如何从数据里反推出概率 我们说我们一直所有的东西 无非就是特征对吧 特征到预测的目标 那好那么假定我有一组数据 我们这组数据里面就是有一些 首先这个数据永远是 就是我们是有一些特征 有我们的预测的这个值的 比如说我们说两个特征F1 F2 我预测这个值是Y对吧 那么我在这个训练级 我的这个预测值我们都是有的 对吧有这个数值的 就比如说第二类或者第三类 对吧我们说这是我们分类的地方 好那么我们呢就是要计算出来的一个事 就是说这样的一个事 我们要计算出来 我是某个类 比如说我是第一类的一个概率 以至我特征 我特征比如说F1和F2 那么我是第一类的概率 以至我特征是F1 我是F2 我的是第二类的概率 以至我的特征是F1 F2 我是第三类的概率 我就要计算这三个概率出来 那如何去计算这三个概率呢 好那么我们说我们来 我们这个事呢 我们来看一个简单的例子 这个例子就比如说呢 我们要进行文本的分类 文本的分类 这段文本呢 In the beginning God created the heaven and earth And the earth was without form And darkness was upon the face of the deep 这个东西呢 是说的是圣经里的一段话 就是说圣经的创世纪的这一段话 那么这段创世纪的这段话 我们说呢 它呢 我们说 我们假定 我们取下来这句话 我们要对它进行一个文本的分类 那么我们说这段这个文本呢 可能有很多文本 很多不同的文本 那么不同的文本呢 就是说 比如说呢 有的是宗教类的 这是一种 有的呢 可能是体育类的 可能是娱乐类的 当然我们不一不知道 它们都属于哪一类 但是我们呢 需要对它进行预测 对不对 那么首先呢 我们要做的是取得一部分数据 这是我们已知它哪分类的 那么这也 比如说这篇文章 圣经里出来的 它就是宗教这一类 那或过一篇文章呢 可能是体育类的文章 对吧 在讲姚明的事 那么姚明的事呢 它又是一个体育类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它列在一个表上 它列在一个表上 它的特征是什么 我们说一篇文章 特征可以是什么 如果你要对文章进行分类的话 最简单的一种特征是什么 大家想一下 对文章进行分类 最简单的特征是什么 你们肯定能想明白的这件事 一定是关键词 对不对 比如说像这种文章里 一旦出现了一些 极为重要的关键词 比如说跟这个宗教 关键的关键词 比如神这样的词 那么它一定就是 往宗教这个类别上去推了 对不对 好 那么我们说呢 实际上本质上 我们所做的事情呢 就是这样的一个事 而就是说这个东西呢 就是我们所需要做的事情是 把一些关键词提议出来 这些关键词 就是我们这里的F1F2F3 就是我们的关键词 然后呢 我们要推测 那有了这些关键词以后 某篇文章的 某篇文章属于某一类的概率 这件事 我们要得到这个东西 好 那我们来看 那么既然我们已经有了 这样的一种东西 我们有了这样的文章 我们有了关键词 我们有了这个标签 就是它是哪类文章 我们如何去推出这个概率来呢 这个事大家想想 大家想想 有一个事是这样 有一个事 有一个概率 你是比较好求出来的 有一个概率 你是比较好求出来 这个概率并不那么明显 但是有一个东西 你是好求出来的 以致这个文章的分类 某个词出现的概率 这个东西是非常好求的 好 这个文章是非常好求的 那我们说呢 这个本质上呢 就是说 我们如果有了一个分类 一类对吧 那么一类呢 就是说我们呢 就是要把 这个第一类 我们要把它 比如说是宗教里的文章 那我们假设呢 我们有知道 这个文章类型之后 我们要得到 某个特征的概率 对吧 某个特征概率 那么我们怎么算呢 这不就是一个 统计频率的问题吗 对不对 这就是一个统计频率的问题 比如说这篇宗教里的文章 我的God God出现了 比如说你去算一下多少 一二三 对吧 三次 那么就是假定 我现在就是 那我所有的字是多少 那么这个东西 我这个不是所有的文章 我有 现在是这样 就是说我们这个God 算出现三次 但我们只把它当作出现一次 因为我们说 我们需要统计的是某个词 在不同的文章中出现的次数 当这篇文章中 反复出现这个词的时候 在最简单的方法里面 我们不考虑 它出现三次这件事 我们就说这篇文章 出现过告的 这是比较简单的一种方法 比如说我们有十篇文章 有三篇文章里 出现过告的 那么我们就说 然后呢 十篇宗教类的文章 假设 然后十篇宗教类的文章 有三篇宗教类的文章 出现了告的 那么我们就是说 那么这个概率就是十分之三 那么更可能的情况下 就是每一篇宗教类文章里 都会出现上帝这个词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这个概率会达到多少呢 甚至会达到这么高 对吧 十分之十 它可能就是一 也就是说 任何一篇宗教文章里面 都出现了这个神 对吧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时候呢 就会就会得这个概率 就是打这个 这个条件概率就是一 这个条件概率很好计算的 因为你只要你手里有文章 你就可以做统计 对吧 比如说我有十篇体育类的文章 姚明出现了三次 姚明出现到姚明的文章有三篇 那么这个概率就是0.3 出现跑步的文章有两次 那么跑步的概率就0.2 这个概率是很好统计的 你是可以统计这个概率的 那你统计了这个概率以后 那么我们的问题就是 能不能反过来求出某个分类 我们底下这个概率呢 就假定我已知某类文章 体育类文章姚明出现的概率 我知道 假定我已知宗教类文章 上帝出现的概率 我知道 那么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反过来 就是说我要说已知某个特征 那么出现了这些词 那么这篇文章呢 是哪一类的概率 怎么求呢 这已经被我们已经 早就有人为我们准备好了 这个就是贝耶斯公式 对不对 你早就知道这个公式 上帝可以讲过了 好 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公式呢 就告诉了我 怎么把这个概率完整求了 因为这个东西是我们能统计出来的 刚刚说了 已知某种分类 那么求它的特征的一个条件概率 比如说某个某类文章 那么出现某种词的概率 那么这个概率呢 是某个分类的概率 就是它这个分类本身出现的概率 比如说我的100篇文章里 有20篇是宗教类的文章 那么这个概率就20除以100 好 那么这个东西呢 就是那么这两个概率 都是可以统计出来的 底下这个东西呢 我跟你说不重要 你可以把它忽略 因为这是特征的出现的概率 当然你可以把它算出来 但是实际上我一般情况下 我做一个分类器 我只关注的是 我只关注的是两个分类 哪个概率大哪个概率小 比如说我是要 比如说我要把它 我是个二分类问题 对吧 就是我是判断这个文章 是宗教类还是体育类 那么我只需要知道宗教类 还是和体育类 两个分类的出现的概率 大小是谁大谁小 就是就可以了 那这个PX不影响分类 两个谁大谁小 这个大于号还是小于号 所以你也可以不管的 当然你就知道 那么这个公式应该这么写 就对了 那么这个电脑实际上 都可以给你算出来 就不需要人算 好 那么就是 然后呢 那么这个简单的 也是所谓的简单 朴素 naive 对吧 这个就是to sample to naive 对吧 那么这个词 那么这个所谓的 这个naive 简单是说什么的 就是说我的 我假定 所有的特征都是独立的 所有特征都是独立的 比如说呢 那么我们说 我们的这个特征里面 有这个 我们这个特征呢 有这个 有不同特征 对吧 有我们说 有的特征呢 是关键词 对吧 有上帝这个关键词 有特征有关键词呢 可能是天空 这个关键词 那这个代关键词 我们假定 它们的出现呢 互相之间互不影响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它 显成一个连程的形式 那这个呢 就是一个简单 贝耶斯一个假设 那这样以后呢 我们这个 就是我们在做统计的时候呢 我们只需要统计 单个特征的 这个条件概率就够了 因为我们最终呢 如果我是一个 很长的组合特征 就比如说是 百度的那个 推荐系统 对吧 百度推荐系统 假定呢 它要决定 给不给你推荐一个广告 那么它的这个推荐系统呢 它可能有一万个特征 那么一万个特征 没关系啊 我可以一个一个特征 单独处理 我单打独斗 单独处理 单独统计 统计完以后 我一连程 那我们的机器 就可以把 就是说我这个 有一万个特征的一个广告 比如说这个广告里 包含了所有的 这个不好的东西 对吧 什么香烟美女 什么都包含 包含了 那么你说香烟美女 什么赌场 这些你都单独计算一下 那么连程以后 好 就可以知道 你喜不喜欢这个广告 可以推给你就可以了 这就是这么简单 对吧 就是连程的形式 好 那我们说呢 当然呢 简单蔑斯的这个方法呢 你要理解 就是几率 有什么样影响 对吧 为什么它有个PC在这里 那么我们就简单说呢 这是非常符合 人的认知的一种想法 非常符合人的认知的想法 就是我们说 一个简单例子 对吧 就是说比如说 你 非常大 就是说你就去 比如说你 就是说太阳 太阳升起的时候 比如早上到了 一般会伴随着 气温的升高 会伴随着 这个 这个 星空的这个 变暗 对吧 就是说你太阳升起了 一些星星就变暗了 但就是那么我们说 我们要计算的 就是说 假如我观测到了 就是星空变暗了 星空变暗了 那么我们说 星空变暗了 那我们说呢 这个 我们说星空变暗了 我们说呢 这个 天气变 变 气温变高了 对吧 那么我们要计算的呢 就是说 它的这个 最终的这个 就是 我们这个 我们太阳升起的概率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这个所谓的PC是什么呢 PC呢 是这个 我们日常见到的 太阳升起的 这个几率 也就是说 比如说 假定我在一个 非常的 阴暗的星球 我们360天里面呢 只有一天 有太阳的升起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几率就很低 也就是说 虽然说 太阳升起 会引起气温升高 会引起 那个 星空变暗 但是呢 太阳升起的时间 太少了 我360天里 只有一天 升起太阳 比如说 在一些很阴的 一些地区 对吧 天天都阴天 它从来就不晴天 对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即使出现 气温升高 还有星空变暗 我也 我可能还是说 不太认为 太阳会升起 对吧 因为就是这件事太罕见了 也就是说 它是一个基准概率 好 那么我们这就是 普斯贝耶斯的观点 那么我们 不再给大家讲解 这个具体 比如文章分类 具体怎么做的流程了 因为这个 我们有更专业的课来讲 这个事 你就记住 它是符合人的思维的 一种东西 那么经常 我们说 这个太阳的 这个身体 这个例子还很好 就是如果说 你经常发生一件事的话 那么这件事呢 概率 它本身就会 几率就比较高 如果你这个件事 本身就很罕见的话 那么本身 它的基准概率 就比较低 这是符合 我们的一个常识